大家在這裏 行的 我不行 還不行 然後我看到鴨冰 看著我 沒事 如果你插槽會直接跌到地上 其實是一個很困難 我們真的進戲院看的時候 發現原來是很多很多拍攝 五百多奧氣 死人了 等來黃厚山一個回收場 今次發生火警 不知道 救命 報道是一個美國的環保專家 放了很多調查器進去那些垃圾 又跟蹤了他八個月 利用香港這個地方 作為一個電子垃圾的轉口集 我們就想到這個故事 可能是可以做成一套災難片 而且是一套很關香港人的電影 電影有時是需要有很多東西去支撐 現在的呈現裏面 觀眾是看到不同人的心理態度和狀態 如果單單很單純是說一兩個人的時候 可能不夠具體性 也不夠豐富 希望去表達到一個團隊裏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準備的時候 都盡量有安排給我們很多團隊的東西 即是去打排球 或者一些團體訓練 或者去消防局 真的親身去體驗、去學習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畏高的人 那時候是我們在一個很高層 即是十幾樓的一個建築物的天台上 他們說不要緊 如果你爬高可以不去 然後我看到黃丹尼也可以 但我知道他是很害怕的 其實我很害怕 只是想快點完成他 最艱難是我要我放手再下來 我是害怕得我連放手也不敢 然後大家說 你放手吧 然後我看到阿兵說 看著我,沒事了 然後我就說看著大家 算了,不看了 就這樣很脆弱地下來 很勇敢的 然後我覺得… 他已經復服了恐懼 失禮到爆炸 我要演消防員 我就覺得怎麼辦呢 重點是他沒有義務去參與降索 因為他一早已經不是出勤的消防員 他喜歡硬著頭皮 去突破自己的那種人 只是這個高空,我已經嚇到半死了 我就會想,其實有很多很危險的狀況 消防員都會面對到 而我的角色除了我是一個消防員之外 我也是一個消防員的家屬 我會容易代入到,我明白到消防員的處境 而我要很自然地有一種擔心可以流露出來 我看了很多美國的周蘭片 往往他們都是很多很英國人英雄主義的 在香港我不覺得是很適合的 我想追求不一樣一點 消防其實是一個大的團隊 不是很個人英雄主義的東西 我覺得是需要這樣配合才能體現到 最困難的都是一些動作 其實對我來說 因為第一次調位 第一次演消防員 爆破 對,爆破等等 其實那些都是很不熟悉的 除了演戲之外 你還要兼顧時間、力量、速度 對我來說最辛酸的就是 就是練習開街井 天氣很熱 但其實要開到街井和駁水 過程都長時間 要拍攝鏡頭的時候就不斷重複 中間就沒有剪開 整個一份都做了 那次也算是 這個拍攝裡面最辛苦 白羽是很反映到有很多消防員 他外在是一個比較溫馴的人 但他內心的鬥心很堅強 而且他的適應力都很容易配合 我覺得這是我眼看到的消防員 有些人的特性 正是白羽就是一個這樣的性格的人 白羽老師確實是經驗勞動 無論動作上還是劇本上都是 開玩笑說他是一個很危險的男人 譬如我們拍攝的時候有兩個貨櫃打斜的 很高, 我們要在中間跳過去 我們通常都是有安全措施才試 他不是的 他瘋了 他自己就在這裡跳來跳去 不知道為什麼拍攝 如果你插錯腳, 會直接跌到地上 其實他是一個很困難的 他開車撞到那堆正方形的壓縮罐頭廢料 他都很勇敢 試的時候, 他可能試幾次 他拿到那個感覺之後 Rollgate真的給了100%的感覺 找這麼大的地方去滿足我們製作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很難的 由籌備到測量到搭建到到拍攝 起碼周期都說八、九個月或者一年 結果整件事加加賣賣 我們是需要分拆了四個場景 去將整個回收場重建和體現出來 所以這也是我想像超乎很困難的 《垃圾回收場》的一堆都很辛苦 因為它會有爆炸 我們又要穿黃金戰衣 揹上氧氣筒 Dewire 所有東西都是一些比較新的嘗試 但你的技術都要顯示到 你真是一個消防員的感覺 在電影裡面 我們只要出勤的時間都頗辛苦 這些都是一些成就解鎖 我看見那些男生也覺得很辛苦 尤其是他那麼瘦猛猛 但他又做出一個氣魄 我覺得他很欣賞 那一排也變成大隻 對 最深刻的是差不多結尾的部分 總之我駕駛車去逃離災場 那場戲的情數很澎湃 而且我要幻想著那個魚追著我的車 而我是沒有車牌的 所以車也是假的 魚也是假的 沒有一樣東西是真的 所有事情都是靠自己的想像力 去演的那場戲 有一場戲是跟阿炳在一起 然後是夫妻重逢 要很感動 我看到那個攝影機 我就覺得這一場應該是 又溫馨又浪漫的 又下著雨 看到那個老公就覺得很可憐 但在現場裡 故事是說八號風球 那個魚很大 我連眼淚和雨水都混合在一起 接著拍了很多個 即是卡機之後 那個魚蝦裡面 全部都是水 倒出來 每個人都對我很好 很照顧 我立刻拿毛巾 拿那些保暖的尖 我就覺得我剛剛在災區裡出來 我覺得畫面是挺震撼的 整個製作來說 我都很榮幸 和很開心 到我試影給觀眾看的時候 因為我看到 和我一起去做這部戲 整個這麼大層的戲 這麼多人走在一起 幫我一起去看這部戲的時候 享受當時是多麼辛苦 每一天去處理這部戲 那種力量 全部在畫面出來的時候 是挺安慰的 所以做電影有這個魔力 我拍電影拍了這麼久 我都覺得每拍一部電影出來 我都好像覺得自己生了一個兒子出來 那個時刻我自己很感動 紫珠宇和經常都告訴我 他說他拍電影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拍完這部戲 觀眾看完這部戲出來 他離開戲院之後 你會有些東西留在他的腦裡 這個已經是一個成功的電影 我們真的進入戲院看的時候 發現原來是有很多很多倍 那個畫面真的很震撼 震撼得來的 我自己覺得很漂亮 是例如全香港的消防車 都出勤的那些畫面 你覺得這部電影 其實我們拍攝的時候 已經很澎湃、很厲害 但是你看的時候 那個感覺應該是強十倍 都可以拍攝